23名发烧友耗时三年时间,利用30吨废旧汽车摩托车零件做成了36个变形金刚。 这些大大小小的钢铁战士近日组队空降贵阳,一展汽车人和霸天虎的威风。 位于贵阳市国际会议中心隆润广场的展示厅里,记者见到了头部会动,身体会发光的大黄蜂。 调皮的他不停地摇头晃脑,嘴里还不时哼着英文歌曲。 大黄蜂的制造者李方泰说,大黄蜂是这36个变形金刚中体型最大的。 身高3米,体重1吨,用了1200多个零部件,历经4个月的焊接,火烤,刷漆,最终完成。 怀揣着儿时对动画片里变形金刚的热爱,90年出生的李方泰和一群变形金刚发烧友组建了金属诱惑,制作属于自己的机器人。 李方泰说,组装机器人所用的30多吨零部件全部来自报废的汽车、摩托车回收站和一些生活废品,可以说既富有艺术价值,又绿色环保。